妈 家里好大呀 姐妹 王爷很静呀 我妈好像不在家 你妈不在家呀 你应该出去了吧 哎呀 怎么会不在家呀 我这好不容易来一次还不在家 真的是 王爷 你那么想见我妈 我早就想见一下我未来的丈母娘了 不能啊 但是也太不巧了 不在家 那我把东西放一下 要不我们走吧 来都来了 走什么走啊 你妈不是不在家吗 待在这里干嘛呢 那我跟我妈打个电话不就回来了 哎 别打了别打了 为什么 你想你妈今天出去肯定是有色彩出去的 不要耽误你妈正事 我们改天再来一样的 我妈可能就打麻将了吧 打麻将了 那那你要不你再等吧 我先走了 王爷 你今天要是赶走以后就别来找我了 来一条 王爷 别太紧张了 我哪有紧张啊 要不 刚好陪我打火游戏放松一下 干嘛呀 继续玩呀 我快死了 我妈好像回来了呀 你妈回来了 嗯 走 你陪我一起下去吧 哎呀 要你先下去吧 我在房间待一会儿 嗯 行 那我先下去看一会儿 嗯 行 那我先下去看一会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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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好 你就是王爷啊 呃 哎 你妈不是上个 干嘛 那是我干嘛 哦 啊 阿姨 对对我是王爷 听说 你和我们家九卧在谈恋爱啊 呃 这 差 差不多吧 哈哈哈 谈就是谈了 什么叫差不多啊 呃 那 谈 谈了 谈了 九卧 谈恋爱也不跟他说一声 哎 妈 今天回来不是准备告诉你吗 王爷 哎 你父母是做什么的 我 我父母是普通工人 哦 你家里几个人啊 我家 还有一个姐 哎 妈 你别问那么多 那我们不得了解一下情况 呃 没事 阿姨 你问吧 啊 王爷 哎 你以后想在哪发展啊 呃 我暂时是在合肥发展 哦 那在合肥有房子吗 呃 没 没有 王爷 哎 嗯 你别怪阿姨说句话啊 啊 没 阿姨你说没事 你觉得 你和我们家酒窝合适吗 妈 我觉得挺合适啊 我才跟王爷说话 呃 阿姨 我不明白什么意思啊 王爷 嗯 嗯 你要理解一下天下做父母的 嗯 没有哪个父母希望孩子以后过苦日子 对吧 嗯 我就卷窝这一个宝贝闺女 我也希望她以后过得好 对不对 嗯 妈 你别说了呀 走 跟我把房子进去 嗯 嗯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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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你走 啊 今天要是走出这个门 你就不要再回来 啊 啊 啊 也就是今天有点打倒了啊 啊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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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啊 嗯 你妈睡了吗 妈睡了 哦 那给我把东西给你 哦 那我就走了 嗯 你陪陪我妈 哎呀我怕等会你妈醒啊 我还是走吧 你不陪我就不吃了 那我就待一会行吗 嗯 好 那你带路 酒吧 我跟你说啊 这里面都是你喜欢吃的 年糕 火腿肠 面筋 金针菇 还有肉串 还有就是这个是 最喜欢吃的草莓 我跟你说啊 这个草莓我跑了好几条街 给你买的 我挑的是最大的最甜的 你赶紧尝尝 如果好吃的话 我再给你多买 哎呀 好了好了 赶紧吃吧 等我冷了啊 你再吃一个吧 我就不吃了 我得赶紧走了 嗯 这么快就走啊 对呀 等会你妈发现了 不就不好嘛 嗯 那你路上慢点 你放心吧 嗯 我走了 嗯 呃 哈哈哈哈 时光已是游戏 往事只能微微 一通夜市铸铛青梅 两小路在日夜相随 春风又吹红凉花蕊 你今夜天要心醉 你就要变心 哎你把我音乐关掉干嘛呀 妈你到晚上放什么歌呀 哎呀你怎么还不睡呀 我楼上衣服找不到 你帮我找一下 哎呀整天就丢三那四的 你买那么多衣服 放不放啊 哈哈 你在叫我看看宝宝的 你帮我找一下 我帮我找一下 那以后啊我看看你 下个衣服 你怎么办 排出 哎呀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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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哈哈哈 王远你跟我一起进去吧 那个你 你妈在家吗 在家 那要不这样吧 就是你把东西提进去 然后我还能回去吧 王远你到底还想不想跟我在一起了 想肯定想啊 那你就跟我一起进去 还不过去什么 等等等等 要不 我再喝一口装装弹 你看你都喝多少了还喝 哎呀我再喝一口再喝一口 哎呀我 等我进去万一你妈把我赶出来怎么办 不会我妈不是那样的女人 哎呀走吧 跟我一起进去了 妈 王远来了 阿姨好 你怎么又来了 妈人家看你来看你的 王远 阿姨上次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我是不会同意你跟我女儿谈恋爱的 你呀就死了这条心吧 啊不是阿姨你别误会啊 我今天就是单纯来看你的 没有别的意思 对人家还给你单的礼物呢 哦对对对就是那个阿姨这个我从老家带过来的新鲜土鸡蛋 哦土鸡蛋啊 啊对对就这老又营养了你知道吗 全都是我自己下的蛋那个 哦不不不全是我家鸡下的蛋 可惜啊阿姨不喜欢吃土鸡蛋 你带走吧 啊哎呀人家大老远给你带了 你怎么这样啊 我又没让他带了 啊 王远啊我妈平时不这样的 你别介意 九温啊 我下午约了你跟小峰见面 你赶紧去收拾一下 我不去 我都已经约好了 你不能不去啊 要去你自己去啊 我还要走 我们上去 啊 你先上去 王远 你过来 我跟你有几句话说 啊 你妈要跟我说什么呀 你应该说几句话吧 她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哦那 那我过去了 那你帮我拿下这个 啊阿姨那什么事啊 王远坐 没事我站着就行 阿姨想给你介绍个女朋友 我看跟你蛮合适的 妈 你给她介绍了什么对象呀 她不是单身嘛 我给她介绍女朋友怎么样啊 哎呀 我不同意啊 走 妈 你给我进去 没有同意不扔出来 王远 哎 你非得赖着我女儿吗 哎呀 没有啊 你们俩 你们俩 根本不看好 你压根不符合我家的要求 阿姨 你尽管提要求 我能满足到我尽量满足 满足 你能满足什么 你连最基本的房子都没有 你让我女儿以后跟你住哪 住大街 哎呀 这房子 我不是在努力嘛 那除了房子 你也可以提点别的嘛 好 房子咱们先不提 那我们家别的要求 你能满足吗 阿姨你说 以后啊 你要是跟我女儿在一起 必须倒插门 哎呀 你这有点那个 怎么样 你做不到吧 所以啊 你们俩根本不合适 你还是趁走散 我可以接受 你可以接受 啊 那我们家还有别的要求 以后有了孩子 必须跟我们家信 孩子还要跟你家信啊 怎么样 这做不到了吧 我可以的 哈哈哈哈 这也可以 啊 我真可以的 这 王月啊 你这种人啊 阿姨看多了 你想赖着我女儿 不就是想从她身上得点好处吗 我没有啊 阿姨 我没想要什么好处啊 来 王月 这张卡你拿着 阿姨 你这什么意思啊 这卡里有五十万 只要你离开我女儿 这卡里的钱啊 都是你的 阿姨 这我 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啊 怎么 你还是嫌少了 阿姨 这钱我肯定不能要 我 那个我先走了 王月 你去哪里啊 妈 你去哪里啊 你去哪里啊 王月 你去哪里啊 王月 王月 你在干嘛 我收拾东西啊 是不是我妈跟你说什么 你告诉我 我去找她 没有啊 你妈没跟我说什么 那你不要走好不好 我没说我要走啊 那你收拾东西干嘛啊 哎呀 我收拾东西是因为我要出差 出差 对啊 公司临时决定的 那我陪你一起去好不好 你就别去了 为什么呀 你想啊 你要去了 我们俩住一个房间 我哪能休息好啊 王月 你给我烦啊 那本来就是嘛 你呼声那么大 我肯定就义不好 王月 哎呦 我开玩笑的嘛 你就在家呆着嘛 我过两天就回来了 好吧 那你背一下联络法则 哎呦 不背了吧 很背 好好好 打电话不能超过三声街 要是在工作币 微信形式告知 回转信不能超过一分钟 行了吧 能不能遵守啊 他必须遵守啊 那你来一下 干嘛呀 你对我这么好 小声 我也会抱啊 要不你先消息啊 喂 喂 你在干嘛呢 我呀 我小傻子呢 一堆美女陪着我呢 嘿嘿 真的假的啊 真的 真的 你还不信啊 你不信你过来看看 喂 你等一会啊 别挂电话啊 谁啊 美女呢 让我瞧瞧 九啊 你怎么来了 哎呀 我不是不放心你嘛 哎呦 我出来工作啊 又不是出来玩 有什么不放心的 是吗 嗯 你快点回来什么天 哎呀看什么没人 就我一个人 你什么人不无聊啊 无聊都挺无聊的 要不我陪你玩玩 可以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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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 啥啥啥 啊 你喜欢男孩还有女孩 都行都行 你说当妈妈什么感觉啊 我哪知道 我也没当过 那你想不想当爸爸 当爸爸 什么当爸爸 什么当爸爸 九啊 你刚刚什么意思啊 你说呢 不 我问你呢 什么当爸爸了 你玩你的游戏吧 哎呀 我不是在林主下 就得两千福利吗 不是什么当爸爸了 你说啊 我是说你想不想当爸爸 九啊 你别给我开玩笑啊 我别吓我 没跟你开玩笑 你有了 哎呀我没有 那你问我想不想当爸爸干嘛 我是说我假装怀孕啊 假装怀孕 这还有假装吗 滚了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我妈不是不同意咱俩在一起吗 刚才我说我怀孕了 她不就拿我们的办法了 你滚一遍去吧 干嘛 那你妈要是知道了 不得挠死我呀 那你说怎么办嘛 我也不想跟你分开 哎呀 不是你妈怎么比这游戏很难高 你看我这商线轻轻松领两千福利 商线的五百这俩还不重叠 没事呱呱机登记到了苹果13和华为可以任选一个 每天商业还能领个小个红包 你再看一下你妈 三次了 我都去你家三次了 那四块冰都被我往眼中化了 那你妈怎么这么顽固啊 哎呀 那你想想办法嘛 那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干脆我们一步都二不休把混给结了 那肯定不行 为什么不行啊 那你妈肯定不会同意的 我不去都知道 这还要去吗 前几次去你妈你看你妈的态度对吧 这几次肯定被赶出来 你去不去啊 你你你这不是为难人吗 你不去我回家了 以后别来找我了 哎 我我我我没说不去啊 我我去我去 你说的 那那那我去了 我就直接说和你结婚啊 嗯 哦那行吧 我我那我玩我游戏啊 哎呀别玩了 现在就去 不是现在就去啊 嗯 九啊 不是我们 你们真要和你妈说我们俩结婚啊 对啊 不然还结我妈干嘛 哎呦 我觉得吧 这我们还可以再缓一缓 这有点太快了吧 缓什么缓 再缓我就嫁给别人了 嫁给别人这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啊 今天我妈就是来跟我相亲了 要不然我带你来干嘛 哦 你说你妈今天给你安排相亲了 对啊 他们就在楼上都已经到了 不会吧 这还有其他人啊 嗯 今天来我就是跟他们摊牌的 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有对象 看我妈还敢不敢跟我相亲 你确定要今天说 而且还是跟你相亲的时候说 对就今天啊 哎呀我是觉得 这事咱们不能那么冲动 得好好想想 得重藏记忆 你是不是又怕了 我怕了 你开玩笑吧 你怕了你就直说 大不了我就去相亲啊 哎不不不不是 我真不怕 就啊 我我觉得这事咱们确实得 面对啊 咱们索性就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点 我们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做最坏的打算 我就不信了 我等我一进去 我就给你妈把这事情交代清楚了 我一定让你妈被我的理想 和对爱情不一的信念而打动 你啊 对啊 你给我别闪到舌头了 我我我不是跟你吹 我只要等我见到你妈啊 我就把这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我冲着你妈我就跟你妈讲 我说您 要是不把你女儿许配给我啊 您就是把这个脑袋留下做个纪念 你就可以吗 滚了 你还不信 你等我啊 你就看我表现吧 好吧 我必须得跟你妈说一下 王爷 我快起来 干嘛 我妈来了 你妈过来了 嗯 哎呀 你妈肯定是过来照顾我们的 我们都多大人了 有啥好照顾的 肯定不是照顾我们两个呀 那照顾谁啊 不是你这记性 那肯定是来照顾你肚子里的孩子的啊 滚了 本来就是嘛 那不是假的吗 还不是为了骗我吗 我知道是假的呀 但是你妈不是又不知道吗 那怎么办 那不行 我们还是跟你妈坦白吧 要说你说啊 我可不说啊 我说就我说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你可想好了 我妈本来就不同意咱俩在一起 要知道我们骗她 肯定就把我带回家了 唉 九五啊 我想让你妈心甘情愿的接受我 而不是用一些 手段来欺骗你妈 你知道吧 我感觉这样不好 懂吧 你真这样想的 我真这样想的 走 下雨见你妈 LATER 哎呀 你怎么来了 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哎呀 我不想来看看你们吧 妈 你骗人 肯定不是来看我们的 我骗人 你妈最讨厌骗人的人了 以后啊 你们两个谁要骗我 我可饶不了你们 哎呀 我们怎么可能骗你呢 妈 我没骗你了 是我也骗你了 哈哈哈 王月 你骗我什么了 啊 你说啊 你不是要说 啊 那个 阿姨就是吧 我外孙可能没有了 但是女婿有 什么意思啊 就是 那个 其实九和压根没有怀孕 啊 王月 你说什么 阿姨你听我说 这其实都是我的主意 你别怪我 别说了 你们俩太让我失望了 妈 你去哪啊 不阿姨 你听我说呀 哎 哎呀 哎呀 阿姨 那个你消消气啊 这事不要怪酒窝 都是我让酒窝说的啊 全都是我出的主意 跟她没有关 啊 两天你委屈了 我 我不委屈啊 你别怪阿姨啊 阿姨这一切啊 都是为了女儿 什么意思啊 你通过考验了 考验 王月啊 你是个好孩子 有责任心 有担当 而且呀 还不爱慕虚荣 我家酒窝让你做什么 你就做什么 这一切啊 阿姨都看在眼里 只是呢 有一点不好 太磨叽了 这以后得改改啊 哎 等会啊等会 让我缓一缓 让我缓一缓 缓什么缓 把手伸出来 啊 把手伸出来 啊 阿姨啊 就正式把女儿 交给你了 当丈母娘 突然袭击死 哎呀 又输了 我们重新开局 哎 你别动 干嘛 你眼睛上有个东西 你别动 好了 王月啊 我闭上眼睛 你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啊 好好好 你再闭上 嗯嗯嗯 你亲不亲啊 不是 算了吧 王月 你什么意思 我没什么意思 不客气 那不是主要怕你妈呀 哎 憋起那个小铃铃 我翻死他了 哎呀 你干嘛这样说你妈 干嘛不能说啊 跟我们老虎一样 管我管那么严 哎呀别说了 他不能说 啊 本来就是 哎呀 阿姨 哈哈哈哈 妈妈 我不是说你啊 整天就知道玩游戏 能不能做点别的事啊 又不是天天玩 偶尔玩一下又没关系啊 偶尔也不行 哎那个阿姨啊 这这这 王月 跟阿姨出来一趟 啊 阿姨 找我什么事啊 这个你拿着 这 阿姨这干嘛呀 这车给你了 这这这这太贵重了 我不能要啊 听话拿着 哎呀阿姨 我我真不能吃软饭呀 别人会看不起我的 软饭硬饭呀 这么大一个人了 连个车都没有 让我女儿天天跟着你风吹雨淋的 你忍心吗 听话拿着 啊 这里还有一张卡 你也拿着 哎呀这这这这这 阿姨这卡就更不能要了 卡卡就算了吧 拿着 我走了 哎呀等一下阿姨 怎么了 那个那个密密密密密码多少